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教育部驳回台大校长当选人管忠敏林逊案,台北市长柯文哲昨以台大医学院外科教授身份批评,不知道哪个白痴决定了这个政策,要检讨一下。 不过今天受访,柯文哲尽说,他认为这就是政治上的为难,政治上常常两全相害取其轻。 至于会不会参加声援? 柯摇头说他是不会去了,只是觉得怪怪的,市长柯文哲上午出席社会局亲自运动会后受访,媒体蓄追柯对把管案看法。 对于将有多位台大、清大等校的前教长将站出来对这次卡管案表态,柯文哲坦言,这案子拖太久了, 而且大学自主在台湾已经是一个政治文化,或说新的传统,一下子要用行政去干预,反弹一定很大。 现场媒体问柯,蓝莹掀起劝尽管参选台北市长声浪。 柯重申,每天问不一样题目答案都一样,没有办法控制外面没有办法控制的因素,只好每天做好自己事情就好。 但若管中敏再次参加台大校长临选,柯文哲直言,管如果再选上,不是政府更难看吗? 所以很多事情怎么做都不对,媒体又问,外界认为管中敏和柯很像,都是有话直说。 柯文哲审思几秒后表示,他和管见过两次面,差不多了,个性很直接,所以喜欢管中敏吗? 柯校回至少没有不喜欢,两人没有深交。 他也说,把管案应该不至于引发大规模学运,由于相较于昨天高调批把管是白痴政策,柯文哲今天态度明显低调,媒体问柯是不是不敢再说什么? 他没有正面回应,仅说要就速战速决,不然就找理由下排阶,何必搞得这样子? 像现在这样就很难收,这很像职业棒球队打季后赛,政府没有办法每件事情都做对,但要避免累积很多错误。 媒体最后追问为何觉得为难?柯反问你说现在要怎么处理?你给他再临选然后再上。不知道该怎么搞,看不懂。随即快步离去。